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一说集养生,大家就会想到该吃点什么 今天推荐的不是药补,也不是食疗方 而是一个习惯 这个长寿庙方不用大家花一分钱 但收获的益处却是无穷大的 国医大师王烈从医50多年 累计诊治患儿60万人次 因为每天都要看上百个患者 一座就是五六个小时 时间已长,目眩,胸闷,腰腹劳伤接踵而至 作为医生,王烈教授马上调整策略 从1990年开始,王烈改作诊为例诊 至今已坚持28年 情于站立,能防五病 每次来看病的孩子或躺或坐在床上 王烈便站在一旁看诊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当然了,站立诊病并非一动不动 诊疗过程中,腰腿是不断活动的 大座诊改成立诊一段时间后 王烈教授之前那一系列健康问题神奇的没了 多年下来,王烈教授总结出站诊的好处 一防颈椎病 这个病是医生的职业病 低头久了,颈椎少动 颈椎病就会找上门来 二防观心病 心折住血脉藏神 动静结合利于心 而久坐则气血不畅 一发观心病 三防前列腺病 久坐气血失和 对老年人可谓血上加霜 四防肛病 反久坐之人 肛肠气血不畅 沉淤治病 五防癌症 癌症建于人体个部 并由毒结气血引起 久坐气血伤 对癌症发生 必将其到推波助澜作用 每天站三小时 圣袍马拉松 不仅是国医大师王烈 全世界专家都在 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 多占少坐 目前 椅子和沙发 俨然成了人类最亲密的伙伴 人们每天醒来后 有60%以上的时间坐着度过 平均超过9小时 而其中一半时间是持续坐着 这个习惯可能引发 一系列健康问题 包括 肩颈、腰背疼痛、肥胖、癌症和二型糖尿病等 世界卫生组织WHO 早已将九座列为十大致死致病元凶之一 据统计 全球每年有200多万人因九座死亡 预计到2020年 全球将有70%的疾病由九座引起 预知相反 如果每天站立的时间能达到两小时 可有效预防疾病 身体的很多小毛病也会逐渐消失 根据相关研究显示 人体在站立的时候 心脏跳动的速度会加快 身体能够燃烧掉更多的卡路里 及时消耗掉身体内多余的脂肪 一、保护心血管 站立时心率平均每分钟会加快十次 人体每分钟能多燃烧0.7千卡热量 一小时则是50千卡 同时 站立能改善姿势 缓解背部疼痛 可以加速血液循环 促进心血管健康 站立时 人们会更愿意走动 二、预防骨质疏松 英国另一项研究证实 如果能长期坚持每周五天 每天累计三小时的站立 效果堪比跑了十套马拉松 这是因为站立时 腿部所有肌肉都在工作 如果再配合走动或其他动作 肌肉活动量变大 消耗的热量就更多 如果晴天多出门散步 还对骨骼健康有好处 能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 三、加强形成代谢 站立能使心脏位置向上移动 使血液暂时难以回漏到心脏 为了改善这个问题 体内会产生剧烈变化 例如增加心跳术 手索抹烧血管等 从而刺激血液循环 改善水肿代谢低下的问题 另外站着还能让包围肺部的胸腔活动顺畅 让氧气充满体内 代谢机能变得更强大 利用一切机会站起来 咱们中国有个成语 坐以待毙 健康同样也是如此 就坐就是坐以待毙 如果能将每天坐离时间 控制在三小时到五小时 那更是大有弊意 具体的操作都给大家列出来了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 每天站立三个小时 并不是说一次性要连续站三个小时 人体在久站的时候 腿部的静脉血管一样会受到影响 不利于腿部的血液循环 建议大家把握好一天的零碎时间 一 能站着就不做 很多细节的改变可以帮我们养成站立的习惯 比如用小容量的杯子喝水 增加站起来去接水的次数 下午如果感到困倦 可以用站立走动代替咖啡 看电视也不要窝在沙发里 不妨站着看 站累了可以给花浇浇水 给鱼喂个食 做做家务 开窗眺望一会儿 都能让你远离沙发 二把握好午餐时间 如果是上班族 午餐是上班族站起来活动的最佳机会 一定要把握好 最好拒绝外卖 能出去吃就尽量出去吃 否则一整天都在办公桌前度过了 中老年朋友午餐后也不要马上午休 最好在屋里溜达十分钟 或站一会儿再休息 三 想方设法走远一点 尽量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下班回家不妨提前一站 下车走回家 既锻炼身体 又能看看沿路景色 缓解整日的疲劳 开车外出办事 可以把车稍微停远一些 增加走路的机会 四 站五分钟等于走半小时的秘诀 经常练练单腿站立可以使意念集中 将人体的气血引向足底 对于高血压 糖尿病 紧腰椎病等病痛 有辅助缓解的效果 还可以改善小脑萎缩 预防痛风等 增强人体免疫力 刚开始练习时 可以先让双脚的小后跟 稍微离开地面一些 习惯了以后 在垫着双脚的前脚掌站立 最后过渡到垫着一只脚的前脚掌站立 双腿交替站立 每只脚一到两分钟最佳 一般人都适合 可以从年轻身体健康的时候 就开始坚持每天做 帮助减少将来患病的几率 五 每天站桩一刻钟 站桩又叫蹲马步 是武术、太极、导引重要的基本功 缓解肌肉衰老的方法 在家或办公室都可以练习 做法 两腿分开与肩同宽 自然站立 双手抬平放于体前 身体慢慢匀速屈膝下蹲 膝关节曲曲至130度到150度即可 站桩要循序渐进 每次运动5到15分钟 一般每日一次或分两到三次进行 在做马步的时候 膝盖一定不要超过脚尖 中老年朋友做下蹲运动时 手应把握住床头 其他扶手或者门框 缓慢而平稳地做 下蹲速度不宜快 注意 站立好 那我就时刻站着行不行 养身讲究度 并非站得越久越好 而且长时间站在原地不动 也损害健康 站立的同时 要多走动 适当的站立可以减肥 但是长久站立 却对身体有很大的害处 腿部肌肉长时间的处于高压 血液循环缓慢 长期如此 肌肉劳损 血管被压迫 会导致筋脉曲张 关节炎等腿部疾病 所以 需要长久站立的人 要学会保养腿部 切不可抱着 久站可以减肥的心态 而忽略久站给身体带来的危害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桃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